南華是主場對尤佛 今屆南華就是第二次在主場和大家見面 南華聽到現在成績相當好 雖然較早前他們在聯賽接連失分 但一般都相信他們都是放寵兵 在亞洲出入杯的賽事 厲害了 三千七百幾球是入場支持 對著馬來西亞的尤佛 尤佛這場球之前只有一分落袋 南華有兩場全勝六分 主場應該也有一定信心 追上來撞射 搞定了 這場球很漂亮 文彼得很漂亮 文彼得真是福之心靈 當時沒有人留意到他在禁區外 一直殺了他 今屆文彼得入球不多 但偶爾也有佳作 這場球也在右邊就是陳少奇的策動 所以陳少奇用了新型 壓型了對手11號的金曼 禁過球期沒什麼力 但剛剛好就是近處入攝的文彼得 撞射入網 你說撞射很難就不是 但其實位置感就要很強 陳少奇首先利用他的身型 就是拿到一定優勢 出球散過人的 所以力量其實稍微減弱了 但仍然都可以給到 結果是有一個早開始的入球 由於馬來西亞削緩 球隊不准有外援 所以明顯他的實力比 用了外援的拿把 就是差一點的 其實馬來西亞近年來 都比較少華人踢足球 以往我們見到70年代 蘇俊安、黃出華的華人很好 好的 好 再看回這次 一擺放過來 就是滋屎高斯的射門 滋屎高斯這場賽事 很長的 經常是引球 兼且射門 不過打到目前為止 效果就一般 好了 看看這一次 是 這個梁子成 都有腳起腳 挺漂亮的 一擺放過來 今天用了梁子成 就是在一般聯賽上 比較少 但是艾伯今天就用了他 陳偉豪就放了後備席 中場防守 用了這個 文彼得 好了 看看是 油崛的封門 上半場 油崛封門 都比較少 避過了一下 這架傳出來又 大家都落了 為何寫得這麼隨便 其實這個球已經寫得好些 射球是沙道 輕輕創過一次追平的機會 嘩 這個球如果它是 相反方向撞去遠處 恐怕應該吃得硬些 而且龍門很難救 半場可以打成馬鈔 但是來回下半場 繼續要看球 因為當時藍馬仔在領先 一球球 你說很有優勢 又未選 同一個星期 東方也是 對著馬拉西亞球隊 東方作客輸給吉打 打得不容易 好 入多球穩固 卡卡的頭鎚 一月份加盟以後 這隻老鼠仔 大家見過很多次 又是他 又是同鄉史高斯做就的 史高斯不斷助攻 卡卡不斷入球 成為了一隊相當好的巴西組合 不是 這球球史高斯不擔攻 之前史高斯試過有浪射的情況出現 但這球球 他看見卡卡卡 一向來的球很厲害 剛剛在兩個六三球的中間落 而卡卡其實也不需要怎麼走進去 他站在那裡 認定就可以了 即是說這球球落點 在正他的頭的位置 而卡卡的頭角的確是厲害的 守門員 古莎卡龍就沒得救 沒得怪了 這球球 他有兩球在手 看來南柏呢 贏就沒問題了 但問題是 是否需要繼續拿入球 白鶴就以後備身份進來 這個 陳少奇的倒掛 差點是入球 古莎卡龍這一下 拖拖還要撞橫眉 K-Man 如果在禁區外倒掛入球 你有沒有見過人這樣做 真的很可憐 不過陳少奇這一招 偶爾都會洗一下 背著龍門 他身高腳長 但打這個球難度高 但曲綴下來 剛剛很衝眉 其實相當漂亮 今天很努力的陳少奇 我幫助南華 在主場 淨勝對手 是2比0 看得了 南華球員 相當高興 文彼得入第一球 卡卡 是埋齊 南華順利拿了這三分 值得提提 就是文彼得 被亞洲宗業選為 這一場球的 man of the match 最佳球員 值得鼓勵 南華在這組裡 三戰全勝 暫時優勢很明顯 是榜首 面爛 來自印尼的球隊 也有六分排第二 而南華方面 即刻 去到棉蘭 跟對方打磨2比2 依然 是 難得 難得 難得